随着天气变冷 疫情加速恶化 为了守住前线 马来西亚居邻居医院请求刺激协助 设置低风险新冠肺炎中心 刺激制风抵达后开始准备设置 但负责人却告知我们 由于每天都要消毒 而强烈的消毒药水 可能会侵蚀木质地板 因此需要先铺上一层橡胶垫 面对紧急困境 刺激制风立刻调度 52卷塑胶垫还出动社区职工帮忙 因为这些医务人员都很忙 所以很少人会过来 我说不要紧 我们已经跟我们社区的职工 他们已经约定了 我们既然都不是医务人员 我们不能够帮他们在前线 做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在后面就给他们支持 Sushi has been a wonderful NGO We have really helped us in many ways From the beginning of PKP When we first started in March until today And for today I think we got a lot of beds coming in And a lot of help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give us PPE and so on To support the system So I think I'm very thankful to have all of you here 补足医疗缺口做医护员员 最有力的护盾 低风险新冠肺炎中心2号开始启用 要守住前线避免疫情蔓延 大爱新闻 玉沙连流志渊 马来西亚报道